花莲市中原国小29号举行自治小市长康子宁的上任仪式 市长威嘉贤特别应邀出席颁发当选证书 肯定这是民主教育的最好示范 并鼓励小市长与行政团队成为学校与学生之间沟通的桥梁 同时例行实践证件 29号校母市长威嘉贤应邀参加了中原国小的招会 并且颁发新任自治小市长康子宁的当选证书 市长表示自治市的选举让小朋友从小认识到民主法治过程 藉由选举提早来体验台湾自由民主的历程 那今天是中原国小小市长的一个交接典礼 那今天也是我们新选出来的康子宁小朋友跟卸任的廖炳阳小朋友 那我们在学校的部分其实非常支持学校来竞选自治市的小市长 那这也是孩子从四年级学习整个在民主选举之后的第一次参与 大型的一个选举除了班级之外的 那也是人生第一次的投票 那希望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不只是对人也是对事 那把选出自己提想的候选人之外 也要针对候选人证件事务都能够选出他的可行性 那我相信对于未来成年之后的一个民主投票 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在此也谢谢学校端愿意这样来配合孩子们的一个证件 跟实施孩子们想要推动的一个想法 那么未来也会继续来支持学校要推动的一个方案 还有学生的一个梦想 我们会持续的来配合学校来完成他们的心愿 中原国小校长甘仁贤表示 民主需要不断的深化 在成长过程中来实践 他也希望小市长和他的核心团队可以实现自己证件 让大家一起来把学校经营的更好 新任小市长康芷宁的证件包括了 期末要举办低年级的足球 中年级的躲避球 还有高年级的乐乐棒球等运动比赛 新增高年级社团 儿童节要举办水球比赛 还有耶诞节和万圣节要举办装扮活动等等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